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居然穿越了 而且拥有无敌盛世系统 只要收图就能变强 这个少年叫江小白 一名穿越者 刚穿越洪荒就收了通天 女娲 伏系三人为图 直接立地 花开三十六品大罗金仙 恭喜宿主 成功收下两名弟子 获得奖励 神兵阁一座内藏诸天万界之神兵利器 修炼是一间内运一方鸿蒙世界 修炼速度百倍增幅 大到至宝鸿蒙神笔一只 玄黄古旗遗数 鸿蒙悟到园台一座 修为提升至太乙金仙巅峰 不错 收图就变强 虚福 我再多收几个弟子 说不定就直接成圣了 师尊 鱼要出锅了 请您准备用膳 我的好徒儿 走 为师给你们介绍我那不成器的大弟子 也就是你们的大师兄 来 这是你的师弟师妹 福西女娲 这是你们的大师兄通天 师弟师妹好 大师兄好 兄长 我好像突破到大罗金仙巅峰了 妹妹 请把好像的去掉 为兄也突破到大罗金仙巅峰了 恭喜宿主 福西女娲两位弟子 双双突破至大罗金仙巅峰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大罗金仙中期 花开36品 真香啊 升级就像吃饭一样简单 师兄 这是什么食材 吃一口就突破了 这是师尊掉的一头天道鸡 太古黑龙王 怪不得好像一口就吞噬了一尊混沌魔神 这方棋盘竟然是一件大道之宝 师尊这哪里是下棋啊 分明就是对异者之间 对天地大道的感悟比拼啊 师尊我妻子投降 不下了行吗 修道之人 岂能半途而废 道之所向 斗天战地 退无可退 没错 道之所向斗天战地 恭喜宿主 弟子女娲在藏书阁中 领悟了 吞天魔宫 一面花开君灵天下 唯我独尊圣术 非先诀 以及不灭天宫诸多神通 以十倍增福同步宿主 妙哉 妙哉啊 有机会 我也去藏书阁看看 或许能够领悟几门房中秘书呢 我福西何德何能 居然参悟了一丝智慧大道 恭喜宿主 二弟子福西在星河棋盘中顿悟 境界突破到混元金仙 并领悟一丝智慧大道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大罗金仙巅峰 并获得十倍增福领悟完整的智慧大道 这三个徒弟一个比一个给力啊 太香了 三千大道 条条可证混元圣人 原来师尊是借下奇提点我 而我刚刚居然想放弃 愧对师尊啊 师尊不如我们再下一盘棋吧 好 这次我让你两子 免得你输得太惨了 好可怕的混元威士 大师兄发生了什么 混账脑子 原始通天教主把你们当兄弟 儿等竟然引赴于他 还有西方二世实在混账至极 这场风神不公平 吴通天今生绝不牵牙风神榜 大道在上望见之 高卧九重云 蒲团聊到真 天地玄黄外 吴当长教尊 盘古生太极 两仪四相寻 一道传三有 二教产结分 全门都领袖 一气化红军 吴 红军今日正到城上 好一个通天 无妖亮节都还没有开始 就扯风神亮节了 得给他点教训 顺便试试那位大脑 通天胆敢泄露天机 妄图背逆天道大事 简直放 这是圣人威严 有圣人对不周山出手了 师尊 他老人家好像并没有出手的大作 红军如今胆敢无视师尊的威严 毅然对不周山出手 罪无可输 战 草灭剑 战 草灭剑 这股气息 难道不周山 还藏有一尊隐士见到圣人 这股可怕的剑椅 似乎并不源自洪荒 难道也是大师兄 从藏书阁的小说 领悟出来的绝世神通 居然能在会员金仙 就剑翰圣人 好强的一剑 通天之丝 不过区区会员金仙 贫道 今日一定要镇压你 圣人红军竟对不周山途径 当斩 浮游汉术 不自量力 刚才是师尊出手了吗 就连红军圣人在师尊手中都走不过一招 当真是恐怖如斯 吴师尊面前谁敢言不败 师尊实在是太强了 薇鸭消失了 难道是师尊出手了 师尊你就装吧 别以为弟子什么都不懂 福西这么猥琐地看着为师作甚 为师取向可没问题 那位存在居然是一尊大道圣人 不行 吴要尽快合道 只掌天道之力 不然等那尊大道圣人向我发难 我必死无疑 吴红军尽已成圣 将于千年之后三十三天来 紫霄宫讲道 凡有原者皆可前来 大哥 圣人讲道 可是大机缘啊 我们即刻动身前往混沌了 好 可惜三帝不知去向了 大哥 吴等也动身前往混沌紫霄宫 听圣人讲道吧 布州山上那尊大道圣人 该没有追来吧 师妹 我的机缘是一套组合神兵 鸿蒙诸仙阵图和鸿蒙诸仙四剑 分开即时混沌至宝 组合杀阵可媲美鸿蒙至宝 认识无上会员圣人 也在即难逃 师兄 我也得到了两件至宝 鸿蒙造神兵和混沌西洋 师孙 对我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师兄 冥冥之中 我似乎感觉到 这两件至宝乃是我正道成圣的气急所在 成圣机缘 事关重大 我们现在就去找师尊替你解惑吧 大师兄 怎么了 师妹 先耽误你一下 我忽然感应到了 我那两位兄长的气急波动 就在不周山附近 我得先去见一见我那两位兄长 无妨 正道成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师妹便随你走一趟吧 三弟想必他也应该感应到我们二人才对 怎么到现在还不现身 二弟稍安悟躁 我们再等等看 大哥 不如我们先启程前往紫霄宫吧 到时候给三弟抢一个靠前的位置 也好过三人都耽误了 这样真的好吗 采集闪茶的时间 行吗 那我们就先行一步 到时候在紫霄宫与三弟会面 真的是大哥 二哥 不过 他们怎么这就走了 话说不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大哥 二哥 别来无恙了 三弟 你跑去哪里疯完了 你可知我和大哥等了你多长时间了 二弟啊二弟 差不多就行了 的确是我的不对 让两位兄长久等了 行了 圣人即将开始讲道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一边赶路一边说 两位兄长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其实你们根本不需去紫霄宫廷党 为何 此乃大机缘 大造化 这个通篇 怕不是得失心疯了吧 三弟 不可对红军圣人不敬 随即通天 便开始将自制的奇遇 唯一唯一唯一 拜师大道圣人 修得无上剑 absurd 看小说就能领悟绝世神通 哈哈哈哈哈哈 在我看来 你们所谓的师尊 不过是一个藏头鹿尾的鼠贝罢了 根本就尚不得抬面 混账原始 胆敢对师尊不敬 简直找死 原始 你太过笨了 好可怕的剑影 童天什么时候掌握这种杀伐神通呢 他的修为竟然比之前浑厚了数百倍 甚至是数千倍 如我师门者 定斩不饶 童天 难道你想杀死我吗 大哥 救我 也许风神传说 这本小说就是写实 三清情义 兄弟情深 呵呵 而等自行离开吧 从今往后 我们互不干涉 但是 若是尔等下次再敢对吴师尊不敬 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红军圣人即将开启讲道 既然你想留在布州山修道 那么吴等只好自行前去紫霄宫呢 童天 你没救了 好自为之吧 大师兄 无碍 我应该早就有所意料才对的 难怪师尊之前对我说出那方法 估计他老人家已经预料到了 我们三清之间的结果 今日之事 师尊居然早已有所预料 老子 原始 西方二世 长尔定光仙 我不会再行拆他错一步了 如等休想再算就 事不宜迟 现在我们就去找师尊吧 大哥 依你所见 通天所言是否属实 哎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布州山上真的是一尊大道圣人的无上存在 这也是三帝自己的机会 与欧等无关 我们的远法该在混沌子消宫 欧等参见红军道祖 少了女娲通天 天术便是乱了呀 那尊大道圣人 隐于布州山 究竟在暗中谋划什么惊天大阴谋呢 贫道该如何自处 从今往后 如等就按照这个位置做 不可随意更改 讲到现在开始 这个福西 搞什么吗 吓得气这么磨叽 该不会是睡着了吧 师尊 弟子通天 女娲 前来求见 前来求见 通天 女娲 她们两个来做什么 该不会是让我教她们道法吧 徒弟们 为师不会啊 哎 该来的总会来的 你们进来吧 大师兄 你有没有发现 师尊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 此时的小白在他们眼中就像一尊太古神明 给人一种智慧尊者的感觉 估计要不了多久 师尊的大道修为就要瞒不住了吧 奇怪 我什么时候突破了 师尊 您就可进庄吧 庄 继续庄 我们都静静地看着你庄 系统什么情况 恭喜宿主 大弟子通天剑斩圣人 在战斗中参物剑道沙发奥义 修为突破会员金仙巅巅峰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会员金仙 并领物剑道沙发奥义 以十倍增幅加持 这你满 还带延迟的 你真是天秀 咦 兄长这是 哦 他的棋太烂了 个子之前经常要思考半天 有时候还睡着了 你们不用太在意 这股棋机是会员金仙 没错 三个呼吸前 师弟已经从会员金仙初期 突破到会员金仙巅峰了 卧槽 兄长这节奏 还是要正道成胜啊 恭喜宿主 二弟子福西在下棋过程中 感悟天地大道智力 突破会员金仙巅峰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会员金仙巅峰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福西不是在睡觉 而是在顿舞 不错 无愧是为师的爱徒 连下棋都没把修炼落下 一眨眼我就会员金仙巅峰了 正道成胜 指日可待啊 啊 师尊到底对兄长做了什么 下个棋都能突破 这也太神异了吧 师尊到底还有多少成胜的手段啊 下个棋都能助人舞蹈 师尊 如今弟子已经突破到 会员金仙巅峰了 距离那会员圣人指日可待 请问是否可以传授我大道建议 这通天哪里都好 就是总编辑着什么大道建议 搞笑哦 我怎么会大道建议 真爱没事找事 会员圣人又如何 不过沧海一送 修到一图 永无止境 你原法未到 为师还不能传授你大道建议 音音音 师尊 修炼实在是太难了 我现在才去区会员金仙 都已一致 何时才能修炼 那无上大道建议 卧槽啊 这家伙这不会是受不了了吧 还阴阴阴啊 不行 这么勤肯修炼的羊毛 我怎么能不好呢 小通啊 不用急躁 以你的天赋资质 修炼大道建议 很快的啦 卧槽 我这是怎么了 师尊 是弟子道心不稳了 让您见笑了 无妨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启禀师尊 弟子于神兵阁内 获得一份成圣机缘 却始终无法参悟 还请师尊不练指点一二 卧槽 还来 我这个做师尊的 实在是太难了 应付一个又一个 成圣之事 须须须涂之 任重而道远 千万不可急躁 你那有空就在不周山上 体为师养养花 种种灵草 娇娇要甜 借娇借灶 每天保持好心情 先为成圣打好基础 养养花 种种灵草 娇娇要甜 好吧 为师要睡午觉了 而等退下吧 那弟子就不打扰 师尊感悟大道了 弟子告辞 为师就想单纯地睡个觉而已 咦 蜘蛛盆栽看似普世无华 已然反扑归真 大道至简 莫过于此 难道说 师尊让我养花种草 是想让我感悟生命的真谛 我突破会员金仙了 恭喜宿主 三弟子女娲顿物 成功参悟造化 生命两种法则真谛 修为突破会员金仙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会员大罗金仙 同时共享女娲的修备成果 修为造化法则 以及生命法则 并以十倍增幅加持到宿主身上 系统果然成不起我啊 收徒就变强 躺着就能够成就会员圣人 系统和狗刀是谁发明的 你真特描示的天才 好强大的圣人威丫 最近师尊所表露出来的修为境界 越来越高了 难道师尊准备征战无荒呢 若是能够将这两种法则融会贯通 真至完善后 我距离正道成圣 也就不远了 师尊真是良苦用心啊 话说通天在看到女娲对着花草顿物后 也开始了修身养健 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女娲师妹那样 突然顿悟呢 难道果真如师尊所说的那般 每个人的缘分不同 成圣法门亦不同 算了 还是看小说去吧 那样起码还能多领悟几样 绝世神童榜身 咦 这怎么有座修炼事 为啥没听师尊提起我 要不我进去看一眼 这些字画竟然皆是欲含道运 内藏天地之理 大有乾坤 这是沪秋山的全景图物 居然欲含着一丝大道剑意 我的会员机先巅峰平均 竟然松动 领悟大道剑意 实在是太难了呀 还不够 还得更刻苦 更努力才行 绝不能辜负师尊的厚望 红天和女娲闭关就好了 你说你个伏修我个什么道啊 害得为师下棋都找不到人 哎 算了 还是钓鱼去吧 洪荒大陆 浩瀚无垠 三千种族林立 飞禽走兽 林甲精怪 不计其数 无论他们化形前是何种种族形态 但得到化形之后的形体 都大致相同 皆为先天道体 如此说来 先天道体更容易感悟天地大道 修炼天地自然的法门 那我何不创造一个新的种族 这便是我的道 创造大道 从今往后 老子 原始便是玄门弟子 向圣人弃欲 受无量福泽加身 弟子承蒙道祖后啊 任后定会壮大玄门道头 绝对不会龙王师妹 有多圣人威严 善 接引 准题可称为无济明弟子 多谢老师 东王宫上前听风 即日起 已为洪荒南仙之首 智掌天下南仙 与西王奴一起 替吴管理洪荒秩序 经尊圣人法旨 等回到洪荒之后 便要将东王宫给灭了 死人不除 妖族霸业难成 无奈女娲 今日创造先天人族 以功德圆满 成就会员盗国 望大道 见证之 这正 凤了 简直是凤了 女娲不过一见现前神敌 于三庆 剑淫 准提 这原子等人乃同位秀师 她何德何能 就正到成胜了 我曹 这就成胜了 乱了 乱了 天树彻底打乱了 拜见女娲娘娘 拜见孙祖神木 从今以后 尔等变为洪荒先天人族 这是 什么玩意儿 过草 居然是大道功德 比天道功德更加玄妙的存在 传说中 洪荒世界的万金牛 哎 这团大道功德是谁掉了的 如果没有人来认识的话 那我可就不客气 恭喜宿主 三弟子女娲捏土造人成功 最终正到成胜 修为真挚会员大罗金仙一重天 宿主得到 要反补 行为提升至混元大罗金仙二重天 搞半天 原来是女娲造人成圣 天赐功德呀 则则 女娲这个小妮子 不错 没有白收 居然还会孝敬为师 不枉为师一番苦心栽培呀 不像那个通天 是多 还不争气了 这些年 时间怕是全都拿来看小说了吧 不行 得刺激刺激她 通天 为师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不愧是师尊 谈吐之间 进入大道真言 竟然直接打断了 我的误道状态 实在是太强了 你的师妹女娲 刚刚已经突破到了混元大罗金仙 挣个混元道果了 小通啊 你可得加把劲啊 还有 你师弟福气 看样子也快挣到混元圣人了 什么 女娲师妹 拯救混元圣人道果了 福气师弟 居然也快了 话说女娲师妹 不是才突破混元金仙初期吗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卧槽 身为大师兄的我 不要面子的吧 师尊放心 弟子定不顾师尊后晚 弟子一定会加油努力 卧槽 不对 女娲成圣 红军不会来找我麻烦吗 怎么办 看来只能继续狗在道场吧 还好道场有系统加持 我无敌 哪怕天道将领也奈何不了我 这才眨眼的功夫 女娲的修为境界 就快要和我吃亭了 那位隐士的大道圣人 究竟想谋划些什么 既已必居不出 却又处处与我作对 难道她的目标是 洪荒天道的掌控权 恭喜宿主 三弟子女娲吸收大道功德 修为突破 至混元大罗金鲜二重天 宿主得到反骨 修为提升至混元大罗三重天 这女娲 是吃枪药了 这么猛的吗 妖兽了 女娲修炼成狂 瘋魔了 女娲这么高调 回时简直光的一批啊 先天 人族得以出世 并非本宫一人的功劳 其中也该有无师尊 道元天尊的一份贡献 从今往后 而等需将无师尊奉为人族胜负 使他老人家 如无上神明 为其见妙语 逼你素神像 有响人族万事相复 受无量人族气运供奉 神特别人族胜负 徒儿 能不能低调点 为师不想成为 洪荒万众主目的焦点啊 谨尊圣人法旨 无等人族 惨拜道元天尊 三夫宰丧 亲友物贞族 道元天尊 难道比道祖红军还有 能够教导出 女娲这尊会员圣人的 一定是隐士大能 就这样子 宵宫三千红乘客 开始议论纷纷 更有甚者 居然冒着被反噬的风向 开始推崖了起来 还有疑问纷纷吐下 肃静 布州山上 存在诸多大因果 至于这里面所 牵扯的因果 实关重大 寻常楼已尘埃 不可窥探其中隐晦 此事 休要再提 看来只有河道 才有出路啊 你可知错 弟子知错了 错乃了 回禀师尊 弟子不该向外界 透露民的名讳 更不该让人族 奉民为胜处 更更不应该 以如此高调的姿态 再挣到会员 搞得天下人人皆知 罢了罢了 如今覆水难收 已成定局 或许 这就是天意吧 你且去西边道场内的 修炼室内 面壁四过三万代 十万代 等你真正领悟 狗之一道的精髓后 放能出来 不过 你可别想蒙混过关 为师会随时筹查 若是不合格 为师必将严惩不待 知道了吗 多谢师尊开恩 弟子定会谨记 不敢再犯了 唉 看来的抽空给这些弟子们 专门上一堂 有关狗刀的课 不然 这一天天的 竟给为师人麻烦 哼 那个东王宫何的可能 居然能够担任男先之手 胡妖族当中 有十大妖圣 哪一个不比东王宫强 带我们兄弟二人 将福西拉拢过来 有女娲这尊会员 圣人坐镇 必定能够壮大妖族势力 到那时 我第一个就杀了东王宫那斯 福西道友 无等乃是太阳新帝君 东皇太医 今日特来拜访 还请现身一剑 帝君 东皇太医 他们来找兄长做圣 难道是想拉拢兄长 加入妖族 怎么会是女娲 我们传唤的是福西 来的怎么是 她妹的女娲 无等 拜见圣人 二位道友 不必多礼 其实会员圣人 亦不过是苍茫大道中的 一粒尘埃罢了 众生平等 所以无需这般拘谨 紧张 女娲圣人德行无恙 今日一剑 果然不凡 无等蝼蚁 实在望尘莫及 佩服至极 不知道两位道友前来 所为何事 回禀圣人 事故相瞒 我们此次前来是想 邀请福西道友加入妖族 随我们兄弟二人 共创一番宏图伟业 没错 若有福西道友的加入 一统妖族的霸业 指日可待 兄长和我一样 已经败入户州山道桶了 不久后 将正道混元圣人到过 所以 是绝对不会加入 任何一方势力的 二位 就请回吧 什么 连福西 也败入那位道员天尊门下 而且 不久将要正道混元 兄长 我们的情报有过 这下该如何是好 圣人在上 如今天下妖族涣散 不从体系 缺的就是一位领军人物 若是圣人愿意的话 胡兄弟二人 愿意奉福西道友为妖皇 扶佐他供致天下妖族 一统万事霸业 还请圣人务必要考虑一下 这完全就是与本门的狗制一道教育 背道而驰 二位道友的心意 火带兄长心灵了 若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请自行离去 此事 休要再提 兄长 圣人威严不可亵渎 拉罗夫妻加入妖族 这是看来叙叙居居图之 从长计议 既然如此 多有冒犯了 还望圣人见谅 无等 就先行告辞了 本宫 有这么可怕吗 哎 看来我还是没有控制好自身的情绪 一致下到了那两只金屋 看来 我的确得好好面壁思过 敢污狗制一道才行 大师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难道也是被师尊责罚 过来面壁思过的 这才短短数日不见 大师兄的见到造语 似乎又更上一层楼了 简直可怕 师妹 随即女娲变向通天 讲述自己的遭遇 师妹 你糊涂啊 能够来到此地面壁思过 师尊哪里是在责罚于你 而是特意想指点你 赐予你无上机缘造坏 师兄 此话怎讲 难道你没有察觉出来 这小小的修炼士 却内藏大乾坤 处处遇寒天地之地 处处充斥大道妙法吗 还真是 就连师兄边上的字画 都充斥着大道神韵 师尊他老人家 还真是良苦用心啊 假以惩罚 实则借机赐予我无上机缘造坏 是谁在想我 多谢师兄点醒了我 受教了 不然师尊他老人家为人低调 不惜张扎 更不愿摘染过多士组因果 看来我不能像女娲师妹一样 以这么高调的正道方式 师尊会不高兴的 嗯 我现在就斩了这身修为 重修狗尸大道 韬光养晦 后继勃发 重新感悟浩瀚大道建议 然后正道会员圣人道路 剑起斩 剑起斩 舒服就是有点疼 这是太轻老子 堂堂人族 为何跪拜老子那斯 简直荒谬 不对 师尊让我来此 难道是想用这幅画 给我安示点什么 随即女娲便推压了紧 哼 这老子想窃取人族契运 本宫 是绝对不会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老子 主修想得逞 大道在上 无乃人族圣名女娲 今日感悟 天地大道有成 特立下人教 以此教化人族 带领人族走向繁荣昌盛 今日 人教力 卧槽 女娲利人教 我怎么感觉利人教 才是我命中注定的 使用和责任呢 女娲利人教 这也太早了点吧 难道说又是那位 岛原天宗搞的鬼 这么一来 以后老子该如何利教正道 难道叫老子 利产教利结教 亦或是利西方教 唉 乱了 乱了 天书彻底乱了 大道为何没有反应 如今 人族刚刚诞生 气韵极其稀薄 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教派的创建 况且 女娲还没有镇压气韵的质宝 这位女娲怕是要空手而归了 这样也好 相当于 给无学门弟子提个刑 日后简陋 利亦教成圣 哈哈哈哈 平道与人族之间的大分因果联系 似乎又呼应上了 哈哈 大哥 我似乎感应到了 日后五等成圣契机了 日后我们也可以笑仿女娲这般 立下教门 借助人族气韵 一举正道飞升 不错 此即可行 似乎还差了点什么 啊 我想起来了 那幅画中 老子在利人教的时候 似乎用了一件质宝来镇压人族气韵 最终才挣到成圣的 可是 我现在要到哪里去弄一件合适的质宝 来镇压人族气韵呢 这两个不行啊 哎 有了 这幅画中 蕴含着无穷大道智力 或许可以帮助本宫镇压人族气韵 准备用一幅画 笼具稀薄的人族气韵 看来 女娲真的是潜用既穷 实在无计可施了 哈哈 你们说 圣人女娲真的可以立人教 您无上气韵加身吗 我觉得难说 毕竟 气韵这种东西 虚无飘飘 况且人族刚刚单胜 那有气韵 这个不一定 难道你们忘了吗 女娲的师尊 可是一尊可以与盗祖红军媲美的大圣人 人教力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难道说女娲的师尊 是一尊疑似大道圣人的无上存在 啊 有可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同一加一 同一加二 那幅画有问题 居然蕴含大道智力 恭喜宿主 三弟子女娲立人教 您无上气韵 拥有教化人族之大功德 胸围针至会员大罗金仙三重天 宿主得到反补 胸围提升至会员大罗金仙四重天 则则 女娲这个徒弟可以 突破速度居然这么快 爽啊 这样下去的话 估计用不了多久 正就大道也不是吗 等等 系统刚才说什么来着 女娲是因为 立人教 宁气运突破的 霍曹 立人教 不是太清老子的使命吗 如此一来 让老子如何立教成手 难道教他去立节教吗 或者铲教 还是西方教 完了 又牵扯上一个大英国 这下 太清老子 肯定恨死我了吧 估计要不了多久 红军就会带着他的徒弟大军 直奔不周山找火算账来了吧 这下糟了 托阿托 为师快要被坑惨了 话说女娲 不是被我罚去修炼时面壁撕过了吗 怎么又双弱卓搞事情了 一单还比善大 不行啊 太危险了 我得准备准备 那位大道圣人 到底在谋划些什么呀 他精心培养女娲这个棋子 又是寓意合为 人族气运功德 去 随着女娲将功能之力 融入人族体内 瞬间 那些人族的气息 便开始捞上 一下子便涌现出了 数百尊大罗金仙强者 谢圣母恩赐 谢圣父必要 谢圣母门子 谢圣父必要 但凡事迈入大罗金仙境的人族 从此便是人教的一员护法 而等需担任起自己的责任跟使命 为人族保驾护航 无人族 当久圣不衰 万古流传 一直繁荣盛 无人族 当阵阵路龙 以通哄黄万族 难怪女娲不愿意加入妖族 原来是另有图谋 人族这次变革 直接涌现了数百尊大罗金仙强者 这 无异于给洪荒诸多势力 来了一次大洗牌啊 恭喜宿主 三弟子女娲壮大了人族气韵 得到气韵反馈 修为真至会员大罗金仙四重天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会员大罗金仙五重天 这么快就又突破了 女娲 这是吃了多少强药 妈了呀 疯了 疯了 这个世界疯了 这这前一秒还只是一介天仙的人族 转眼就突破到了金仙 这种提升素 简直比喝水吃饭还简单 喝水还要涨头呢 看来以后的躲着点了 千万不能随便招惹人族 好一个女爸 这才一会儿的功夫 实力就已经凌驾于无止上了 害人族 人人如龙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人族不久后将强势崛起 到内室 本座还想谋划洪荒 不拒天地 可就变得困难许多了 秦偶师为无等主持功德 我们的英国似乎被人夺了 卧槽 你们英国被人夺得官无屁事 本座英国还被夺了呢 我找谁说理去啊 二当先回去 此时牵扯的英国太大了 且容本座好好谋划一番 再做兵夺 卧槽 红军道总不会也没办法吧 哎 糊涂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听通天的劝告 前去布州山拜访一向让为隐士大人 也不至于摊上这么的小菜鸡师尊 哎 兄长 这可如何是好啊 好一个人叫 兄长真女蛙明显是冲着我们兄弟二人来的 难怪之前会拒绝无等的招案 难道这也是那位道元天尊的谋话 我不信 十大妖圣 速速率领百万妖兵 前往人族大帝 尽情涂入那些卑贱低微的人族楼椅 阳无妖族威严 涂入人族 拿命去图吗 开什么玩笑啊 现在的人族 无比强盛 人人如楼 大罗金仙一堆 背后还有圣人 妖帝陛下 如今人族世大 背后又有女娲圣人 以及道元天尊坐镇 要是因此冒犯了那两位 该如何是好啊 再者 巫族还在暗中不是单单 随时都有可能来办 所以 还请妖帝陛下三思 这些问题 无须而等多想 朕早就心中有数了 天道有序 圣人不得过多沾染因果 至于那些蛮子 等肃清人族后 一举歼灭他们 可是 哼 朕叫你们征伐区区人族 难道有这么难吗 还是说 你们想抗命不成 而等 灵命 又有大瓜可以吃 哎 你们说这次人族 能够顶得住百万妖族的席卷吗 我看全 虽说人族一下子 涌现了一匹大罗尽限奖者 但 人族毕竟刚处施不久 鲜血沉淀 遗孕不足 恐怕难以抗衡妖族搭进 对 除非女娲圣人出现 又或者那位道元天尊贤圣 正是妖族 人族方有一线生计 话虽如此 但 险道有秩序 圣人不得展然 世俗引果 人族这次恐怕要早逢劫难了 报 急禀妖帝 妖皇两位陛下 去探子来报 妖圣 应召大人 前日败给了一个较有潮湿的人族强者 报 探子来报 妖圣 鸡猛大人 也张掰了 报 探子来报 非联 商阳 鬼车几位妖圣大人 皆是败北 怎么可能 莫非你们是敌军派来的戏格不成 还是说 你们收回来的消息有误 兄兄长 这 这 这是什么情况啊 无妖族十大妖圣 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战士 打杀区区人族 不是应该手造勤来吗 难道是女娲出手了 女娲出手了 哼 本皇都要看看 那些人族究竟有什么本事 骑饼妖帝 妖皇两位陛下 根据最新战报 妖圣九龙大人 败鱼人族有潮事 兄长 这小小人族 什么时候掌握了这种无上到访 那只人族楼以所施展的神通 出自于昆鹏道人 出自昆鹏 无等也并没有得罪他 为何勾结人都与无等妖族作对 哼 抛贴大军 雄企大军 诸奸大军 及格整装待发 出征北海 讨伐昆鹏道人 生要见人 死 异要见尸 帝君不知道的是此昆鹏法 非彼昆鹏法 乃是女娲在狠人女帝传的小说中 领悟出来的神通 为何会有一股强烈的不安有上心头 这些妖族来我道场作甚 莫不是那两只三族金屋 派他们来招安我的 可是这幅阵仗 怎么一股杀意领人的样子 为灾 昆鹏道人 胆胆勾结人族 与无妖族作主 简直不识天术 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 勾结人族 与妖族作对 什么玩意 混账妖族 想招安平道就直说嘛 搞这么花里胡哨作甚 难道说 这是帝君 东皇太一对平道的一种考验 无非就是想看看平道的本领 贝贝 那是 昆鹏法 笛笛确确是昆鹏法 与人族有陶氏施展的一模一样 昆鹏道人果然在暗中勾建人族 狼子野心 妖族得而诸之 大胆昆鹏 竟敢藐视妖族威严 自甘堕落 与楼以人族为伍 简直该死 今日本地要御驾亲征 定要将那乱臣贼子昆鹏首刃 仰无妖族威严 连妖族帝尊帝君都亲自来请我了 果然是在考验我 妖帝何须如此兴师动众来请我 想要招安我也不是不可以 随便给我一个妖室当当 平道也就满足了 招安 我招你妹的安 众妖族听令 不周天心斗大阵 给我 杀 帝君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特妖的傻眼多 一上来就开大招 平道招不过 平道究竟是招谁惹谁了 为何要如此对我 当真是坤在家中做 或从天上来啊 这个人族又是谁 怎么这么强的 报 启禀妖房陛下 妖圣青园大人 百余人族碎人士 现在已经带着残余的数百妖族伤兵 撤出人族大地 碎人士 一只龙蚁人族 竟然执掌龙族杀伐神功 难道说 连龙族也在暗中勾结人族 自甘堕落吗 没错 这次人士修炼的也是女娃传授的遮天法 真浓烟 报启禀妖皇陛下 白泽 呲牙 非但三位妖圣大人皆已败北 是被一个叫姿伊士的人族击败的 他们所率领的数十万妖族 也已全军覆没 陛下 是否叫那几位妖圣大人撤回来 堂堂凤皇一族圈也自甘落落 与人族为伍 顿时间 越来越多 在一个个人族身上演化施展而出 杀得妖族会不成军 龙族 凤皇族 昆藤 好 好 好啊 而等都与人族为伍 公然和妖族作对 简直就是在自取灭亡 本皇也要御驾亲争 亲自出马 征伐人族 冒灭人族 绝不罢休 又来大瓜了 哎 你们听说了吗 妖皇东皇太医要亲自出马 讨伐人族了 听说了 听说了 这下恐怕人族 朕得要遭殃了 哎 人族这段时间太过锋芒毕露了 落狗上的几个元会 或许能够与妖族分庭抗衡 如果龙凤岗洪荒大势力 朕得站在人族的阵营 或许这一次 还有些徐信汪 屏幕前的你觉得 有熊市 少典市 五级市 凡是迈入大罗金县的部落手里 从现在起听从无等调遣 如今人族有难 各大部落需要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共同抗衡妖族的来贩 随时听候人族三族发明 犯我人族者 虽远必诛 传令三军 杀向妖族大本营 不惜挥洒鲜血 热泪 亦要杨无族未言 施展之后 不论神白 人族都将命中天体 人岁洪荒万一 这 这 人族竟然没有藏起来 而是杀向妖族大本营 我看到了人族的战魂在燃烧 为了信仲减兵的信仰 迎蓝而上 奋勇杀敌 人族也太疯狂 太然乐 好励志的种族啊 人族的精神意志 值得洪荒万族学习 人族万岁 不行 我现在就散步小息出去 让洪荒万族宣署 劝退人族 让人族退回去 掏广养晦 人族三族 请妖广一招 这几个人族 罗尔的气息 竟然那么强吗 还有四次吸引之力缠绕 不行 定要将其彻底铲除 否则 后患无穷 人族 杀到妖族大赢了 呵呵 自寻死路 变毛金屋 从今往后 吴空鹏与你妖族不死不休 等频道熬过这一劫呢 日后有机会 定要灭了你妖族 等你熬过这一劫 这怕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受死吧 咱弄你 多防 空鹏宝兽 大哥 连小小人族 区区不过数百万的兵力 都敢杀到妖族家门口去了 那我们巫族 还在等什么 我们也出兵讨伐妖族 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吧 是啊 大哥 我们还在等什么 这一次 我们一定能中创妖族 彻底打压他们的嚣张气焰 最好杀他个片甲不留 对 没错 再等等他 现在还不是时候 愚蠢的人族蝼蚁 以为靠着人教的 气引之力恢复就能赢吗 笑话 等气引之力耗戒 就是你们的死期 人族居然这么强 立刻召集巫族各大不弱 进攻妖族 巫族 这群该死的蛮族 怎么偏偏这时候来办 可真会挑抽 这一定是女娲娘娘在庇佑无足 绿娲娘娘为物 圣子没有 锦子 瑶族起诉将紧印 哈哈哈哈 又是女娲 又是那位高原天尊 可恶啊 该死的人族 说什么瑶族气数将近 本皇看你们几个的气数将近才对 那便来 人族三族 未免也太抗揍了吧 居然这都有没事 不是他们抗揍 而是他们所锈炼的攻伐很唯一 他们借助东皇太医的攻伐 不断完善了自己的法 这才达到这种可怕的地步 借助东皇太医的攻伐 来完善自己的法 居然将东皇太医当成了误道士 人族不会是我偶像 啊 东皇太医 尔等妖族 今日气数将近 速速束手就行吧 这群该死的蛮子 不行 这要下去的话 本皇会引入丧命的 不可以 兄长 我快顶不住了 速回妖族大营 十万火急 太医为何这般慌张 这么着急传放你回去 难道说 妖族大营遭难了 昆鹏 算你走运 今日就放你一马 等我回去处理完妖族的事情 并会亲自来取你的性命 这是什么情况 昆鹏眼看就要支撑补诛了 就差一点了 难道说 妖族大营出什么事了吗 放屁 妖族大营有妖皇陛下作证 又怎么会出事呢 既然妖族大营没有出事 那为何妖帝陛下就还试探 怎么回事 为何帝君带着那些妖兵 全部撤退了 妖族大营遭死劫难 当真是活该了 活该 苍天有 朕的妖族要亡了 所有暗中勾结人族的 你们都得死 该死的蛮子 居然已多欺少 简直无耻至极 兄弟为兄来助你杀敌 这几个人族实力居然还挺强 哎 帝君 东皇他一早年得意 封光了无尽岁月 今日却如此一位 大敌当前却还要硬刚 何不退居外星空 保留实力呢 若是他没有这个觉悟的话 或许数万年后 定能卷土重来 只可惜了 这两兄弟 太过固执 哎 妖族霸意 喂 兄长 如今的局势对我们妖族福利啊 我们还是先暂避凤芒 退回太阳星吧 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妖族就真的要走向灭亡了 如此也好 先保存实力 日后有机会再卷土重来 就这么决定了 什么情况啊 妖族 这就退出洪荒大陆的舞台了 本座闭关的这段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卧槽 这俩傻鸟 如今妖族没了 那接下来的巫妖亮节 本座该如何布局 话说天道怎么跟消失了一样 为何迟迟没有动作呢 这剧本不对啊 难道说 是鸡蛋内为导员天尊 哎 看来贫道要去布周山走山一遭了 这是混元圣人的气息波动 布周山上 又有人正导 混元大罗道国了 这是大白菜吗 这么简单 你们知道了吗 布周山道统 有弟子正导昌盛 好羡慕 是啊 问世界谁能成为道国 废不周山上那位道员天尊莫属 谁同意 谁反对 同意加一 同意加二 胡当初为何如此固执 不听三弟一言 前去拜访那位道员天尊呢 糊涂啊 如今 连女娲 福西都相继正道成胜了 而我们却还一直停滞不前 毫无寸进 老师传的道法 该不会有问题吧 二弟啊 咱俩心知肚明就好了 万万不可望你天道圣人 否则将有杀身之火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兄长 胡乃福西 今日参悟智慧大道小城 正道 兄长 正道成胜 虽风光无限 但可别忘了本能教义 昔日我正道成胜时 与你一样高调张扬 回来就被世界严厉训斥了一番 还被责罚面壁撕过十万载 啊对对对 要低调 要低调 这是 什么情况 话说福西不是要正道会员圣人 招搞天地的吗 现在怎么 突然安静了 还有 他身上那股会员圣人气气 怎么戛然而止 莫名消失不见了 你们说福西该不会是 诈呼吧 或许 他丫根就没有正道成胜呢 可是刚才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 的的确确是处自会员圣人啊 这丫的 明明已经正道会员圣人了 咋突然都收敛起来了 福西 你就装吧 继续装 别以为本座看不出来 恭喜宿主 二弟子福西所领悟的智慧大道 真挚小城境界 修为突破智慧元大罗金仙一重天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智慧元大罗金仙六重天 话说这个福西什么时候突破了 怎么突破混元圣人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是都要招告天地 装一波的吗 看来 福西对狗之一道 颇有潜力啊 无愧是为师最得意的弟子 提醒宿主 刚刚系统已经为你 严格筛选到了一位 合适的弟子人选 请你现在立刻前去收徒 又来新弟子了 不知道是男是女啊 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这么大一条小溪 居然一条鱼都没有 好贱 等我有空 直接把小溪的水抽干了 跳下去直接捞鱼 小白不知道的是 这条小溪连接着混沌珠天 抽干了河水 就相当于抽干了混沌珠天的灵体 我们老是这样藏下去也不是办法 听说下次那位大人再调不到猎物 就要将我们珠天混沌世界的灵体 抽干了 不然这样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那位大人进行供奉 以此平息他的怒火 如何 这个办法可行 无混沌九幽傲一族 第一个赞同 无鸿蒙八荒底一族也赞同 虚空神兽一族 同一加一 混沌恶族同一加一 话说 刚刚过来 怎么没有看到福西那小子呢 难道是觉得自己正道成胜了 开始挑了 师尊 弟子刚才在不周山的道场内 遇见了一位前来拜访的客人 现在特意带来见您 嗯 进来吧 晚辈后土 拜见前辈 卧槽 系统怎么总给我弄些洪荒的风云人物来 不知道我主修狗道吗 师尊 实不相瞒 今日后土道有前来求见 其实是有一事相求 哦 所谓何事啊 晚辈早就听说前辈境界高深 今日前来 特地恳请前辈指点迷惊 替巫族寻找修炼原神之法 虽说早有预料了 但是替巫族寻找修炼原神之法 这特么是什么神仙难题啊 卧槽 开局就是王诈 切 这点问题对于师尊他老人的而言 简直小菜一甜啊 小土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不管了 先忽悠后土拜我为师再说 就为了这点事 果然 连红军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前辈看来 这无非就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罢了 师尊 果然有办法 世间任何难题 都难不倒我家师尊 我要为师尊代言 我为师尊骄傲 恳请前辈自教 这其中牵扯的因果太过复杂了 况且 此法 乃是不周山不传秘法 不可对外泄露 你可明白 师尊 我明白 小师妹 还不快快谢过师尊 啊 这 哎呀 你拜师尊为师 如此一来 师尊不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传你无上道法了吗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很请前辈收我为徒 本座看你求道之心坚定 今日便破戒收你为徒 福西 将本门门归说给你小师妹听 弟子 一定谨记师尊门归 绝不会有半点愉悦 行了 你就先去道场逛逛熟悉一下吧 弟子倒退 恭喜宿主 成功收下第四名弟子 祖务厚土 宿主得到反谱修为提升至 混远大罗金仙七重天 奖励 大道级建筑 九宝功德神池一座 内运无量大道法则碎片 纳尽浩瀚大道功德之力 长期浸泡 能够快速提升修为 感悟大道法则 大道至宝 混远无极金斗一剑 大道至宝 造化一碟完整版一枚 话说这混远无极金斗 怎么跟现代马桶一样 还内运空间法则 可纳天地万物 容乾坤四海 有意思 这么说来 以后我如厕的时候 岂不是方便多了 这若是传出去的话 不知道要含了多少 洪荒修士的信 居然用一剑 大道至宝如厕 哎呦 不错哦 这完整版的造化玉碟 居然还有助眠的神奇效果 只是看了一眼就想睡觉了 还可以在睡觉的状态下 灵悟其中的三千法则真谛 真的是睡觉就能变强 还有纳酒宝功德神识 不就是一处温泉吗 系统的奖励实在是太贴心了 知道我近日被那几个弟子 搞得心神不明 压力很大 所以刻意赐下一座温泉 好给我放松放松 以后 我就可以一边看着小说 一边吃着黄钟领 和女娲 后吐几个女弟子一起泡温泉了 人生如此 夫妇何求啊 师尊 弟子还想与师尊下几盘棋 以此来增进大道的感悟 下期改天吧 为师现在要去泡温泉放松一下 最近睡觉 阿布修炼太累了 可是 师尊 哎 算了 反正福西的棋艺这么烂 和他下几盘棋也耽误不了太久 顺便虐虐他发泄一下 这样泡澡更舒服 不成器的家伙 还不速速过来领教为师的棋艺 今日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是 多谢师尊肯赐教 弟子这就来嘞 上集说到小白收图后图后 带着福西去星河棋盘下棋去了 却没想到就在下棋期间 福西居然再次不当了 卧槽 这个福西 下个棋怎么老是睡觉 咦 后土你怎么来了 骑柄师尊 弟子看到这边有动静 特来看看 二师兄他这是怎么了 喂 福西正在消化棋局和大盗 估计没个几万载岁月 事情不过来了 终于可以清静一段时间 与女弟子泡泡温泉 藏书阁看看房中秘术了 如此快意生活 逍遥又自在 岂不乐哉 下一盘棋局 二师兄居然要耗费几万载岁月去消化 师尊的实力果然可怕啊 就让他安静的待上一段时间吧 为师要去泡温泉了 图二 你要一起去放松放松吗 啊 泡温泉 那岂不是要和师尊 坎城相待 师尊实力这么强 我怎么行 多谢师尊美意 弟子现在实力低威 怕是受不了 所以泡温泉 就下次吧 怎么感觉这后土哪里不对劲呢 对 内心指引的地方就是这里 这两位应该就是女娃师姐和通天师兄了吧 实力这么强了还真努力 看来我也要加油才是 这是 盘古你这是在自掘坟墓 这一会的功夫 不但找到了自己的道 修为居然也突破至混元金仙了 这幅图竟然是盘古赋神开天图 内运无穷大道之力 师尊恩情 弟子后土此身定道铭记于心 勇士不忘 泡完澡后真舒坦啊 恭喜宿主 四弟子后土在修炼室内顿悟 完善大地法则 修为从大罗金仙初七 突破至混元金仙初七 宿主得到反补 同时大地法则 以十倍增幅 同步共享到宿主身上 修为提升至混元无极大罗金仙一重天 我突破到混元无极大罗金仙了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的吗 本座 可可 平道区善道人 偶然入金贵宝地 听闻某位洪荒爵士大能的釜底在此 所以特意来拜访一番 多有打扰 还望前辈见谅 既然前辈不说话 那么晚辈就当前辈是默许了 平道这就上山拜访前辈 朝见圣尊 这些是不周山决定的守山大阵 卧槽 这么多的吗 居然有十几万座打阵 你可是堂堂大盗圣人啊 如此之多的大阵 本座要解到何时啊 不过还好 只是区区大罗金仙级的守山打阵罢了 给本座破 卧槽 不是破了吗 怎么还有 还变得更强了 本座还偏偏不信这个鞋了 给我破 卧槽 这又是什么情况 还让不让睡觉了 阵法怎么全部开启了 看来不出去教训教训这个人 以后不得人人都来闯不周山 红军怎么来了 不过现在才来 如今的我早已经飞西比 这是谁 竟如此恐怖如斯 吴居然连真实面目都看不清 何方鼠辈 敢敢擅闯吴不周神山 让我清修境地 这难道就是那位道员天尊 这气势居然让乌相要膜拜 你们看到了吗 刚刚那道绝世身影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道员天尊 看到了 话说那位道员天尊 怎么突然献身于红尘中了 难道说 他终于要入室 从红黄田到手中 谋夺这天田地的掌控权了 一入室就要与千道相争 不愧是我爸爸 上集说到 红军英勇闯不周山 小白带着起床 气欲要一箭斩杀红军 就在此时天道一致突然降临 擅闯不周山者 杀物射 过曹 巴比Q了 草木剑爵 斩 完了完了 无力经无数磨难 才正到成胜 无不甘心了 天道快救我 就在红军以为要命草于此的时候 悟然消失已久的天道一直降临 必然跟红军截取一线生机 天道又如何 今日势必要给红军一个狠狠的教训 以此警示洪荒云云众生 红军小道 无欲要斩你 纵然是天道清零 也无法阻止 杀时间 两股之高无上的混元气息互动 诸天狂一阵 无数多元空间 玄黄宇宙世界 一消失于世 似乎从未出现过一半 天道也不够如此 今日只是给个教训 不然别说红军 你天道也要死 师尊他老人家 此方会见斩天道 今日之后 地名动天下 这回 恐怕想低调都难了吧 幸亏没有执意 将希望寄托子宵宫 对于师尊而言 红军不过小道恩 这世间 则会有如此完美之人 不要是女修盖多好 红荒也只有像师尊这般绝世人物 才能称之为红荒道祖 红军不过是个小菜鸡而已 多谢师尊四语的造法 弟子通天 感激不尽 此生做牛做马 都无以为榜 话说 通天突然又抽什么疯啊 不好好修炼 让维师好系统羊毛 就知道胡言乱语 简直莫名其妙 恭喜宿主 大弟子通天参悟 一缕大道建议 出窥门禁 修为真至混元大罗金仙一重天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混元无极大罗金仙二重天 原来这个通天是突破 混元圣元境界了啊 也难怪啊 连福西女娲都后来屈上了 她现在才正到混元圣元到过 也难怪她这般激动可以理解 话说正到成圣 居然没有昭告天地装上一波 不错不错 回师圣感欣慰啊 苍天啊 你们都听见了吧 三清之一的上清通天 他居然扬言到祖红军 为小菜鸡 不愧是我爸爸的土地 国乃朕姓晴 我昨天也来个嗓声 童天将你944岁 爸爸为物 话说红军在听到通天的话后 被气得伤伤加伤 当场促进 数次通天 虽说本座修为 被斩落到圣人一重天 但圣人不可遇 这红军还有力气来掌势 看来刚刚下手亲了 就在小白话落 天空瞬息恢复一片清明 刚刚那是盗座红军对通天的回应吗 怎么突然消失了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盗阻红军 既既旦不终晒上那位盗员天盾 所以才及时收敛了套天怒火 谁说天道神刃不可遇 而达到神刃 由获商不死 该达到神刃面前 天道神刃 一不过楼一成来 总乱死导出红军 有气干逮捕周三傻业 红军 这就结束了 我剑都拔了 你让我看这个 哎 我恨啊 恨师尊太强 恨红军太怂 让我丢失了一次 是见悟道的良机啊 七 两个小菜鸡 今日要不是天道所救 无名修矣啊 不仅 那位盗员天尊 乃是洪荒最大的艺术 如今天道仍存 本作也要加快讲道进程 争取早日和道 如此方能截取一线生机 拥有一丝博弈的资格 吴乃红军 正道以来 感悟洪荒法则不全 众生疾苦 为了加快弥补缺失的法则 所以 将第二次讲道的时间提前 吴将以此消公开讲 传众生妙法 有缘者 速来 上集说到小白轻松见斩 跟道后 洪荒众盛却炸过了 师兄 你说当日那个 擅闯不周山之人 会是咱们的老师 同军吗 这 很难说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还用去 紫霄宫听道吗 去 为何不去 不周山道法不外传 无等凡苏楼 已有七个随意觊予 而属于我们的道 却在紫霄宫 哎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动身前 去混沌紫霄宫吗 他人远法一道 若是有机会的话 再去拜访一下 那位道元天尊 大哥 紫霄宫二次讲道 我们 还去吗 不如我们前去 不周山找三弟 通融一下 求见那位道元天尊吧 二弟 你试想 转头到不周山道 这样 能行吗 大哥 这又有何妨 现在 洪荒天地人人皆知 不周山上那位 道元天尊 道法超然 真知无上大道境界 不周 山道统 才是当时最强的道门 最强成圣法门 意在不周山 我们何不去碰碰运气呢 可是我们身为玄门弟子 师从道祖红军 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有些不如 毕竟 圣人之怒 非五等蝼蚁可以承担的了 二弟 我们可要三思而行啊 大哥 你且听我一言 圣人怒火 五等蝼蚁的确无法承担其后果 可是 一旦我们成功 败入那位道元天尊的门下 或者说 能够得到这尊大道圣人的庇护 普天之下 五等何惧之有 二弟 此法或许可行 可是 二弟 以我们现在和三弟这样的关系 他会帮我们吗 这有何难 三弟平日里 最听大哥您的教诲了 你若肯开口求他 必定守道其来 既然如此 师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动身吧 通天大师兄身上这股剑意 好强横 除了师尊之外 洪荒之中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剑道强者了 原来师兄此前故意惹怒红军 是想一次来魔力自身的剑道 这 画作这一幕刚好被打来的二星看见 好强悍的一剑 那是 三弟通天正在练剑 这才多久没见 没想到他的剑道造诣 已经真至如此恐怖的境地了 二弟 三弟通天真的还念旧情 肯听我这个大哥的一句劝吗 三弟这个样子 怪可怕 实在不行 我们还是 撤吧 大哥 眼下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你也看见了 三弟这才多久就这般强大了 若是我们得道元天尊的青睐 正道成圣变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梦了 是啊 也不知道 那位道元天尊那里 是否拥有金丹道德 那位隐士大能 学究天人 道法超然 肯定通小便起一道吧 尚未见到小白 老子和元氏 已经沉浸在无限美好的遐想当中了 就好像 已经成功拜师了一样了 咦 后土道友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难道说 后土 外剑三师剑 果然 既然这样 那么以后 我就喊你小师妹了 小师妹 走 我带你去见一下 不周山的剑痴大师兄 恭喜大师兄 大道剑一大城 放眼若大洪荒之中 可谓是剑道独尊 傲视群雄 可喜可贺 师妹见笑了 无之所以 有今日的成就 还得多亏了师尊的指点 至于大道剑一大城之境 仍是差远了 实在会对师尊的教会 好了大师兄 咱们师尊又收了一个新的弟子 以后我们门中 又多了一位小师妹了 后土 拜见大师兄 小师妹无需多礼 故周山上不同其他道门 没有那么多繁文入节 不必过于拘谨 是 后土 谨遵大师兄的教会 又来 小师妹你尽管放心 巫俗的大道 不周山上肯定有 师尊塔老人家境界高深莫测 向红军根本不够看 三弟 大哥 二哥看望你来了 还请三弟献身一剑 让我们三亲兄弟齐举 好好续舊一番 老子 元氏 他们两个来做什么 上集说到元氏 老子 来不周山求通天 引荐道元天尊 意图觊觎不周山道法 没想到被通天识破 三弟 好久不见 别来无药 是啊 三弟 自从上次一别 数千年不见 维兄甚是想念了 哈哈 恭喜三弟 见到真挚出神入化的地步 恭喜三弟 又变帅了 一见到通天 老子 元氏就像看到财神爷一般 当即眉开眼笑 不断恭维了起来 反观通天 则是一脸冷漠 尔等有话就直说吧 三弟 其实是这样的 我与你二哥元氏 九道心静 所以维兄想要恳求你 带我们上不周山 面见一下那位道元天尊 也好趁此机会 表达一下我们之前的歉 是啊 三弟 大道圣人 至高无上 之前我们无意冒犯了他老人家 你要带我们上山认个错啊 呵呵 我看人错是假 寄于不周山道法是真吧 这个忙 我帮不了 尔等离开这里吧 通天 你可别得寸进尺了 连大哥都亲自开口求你了 难道 你当真不念半点三清的旧情吗 没想到 堂堂弹鼓正宗的恶心 老子 原始居然是这么无耻的人 简直亮相我的太和金凤眼 通天 这才多久不见 脾气倒是剑长了 难道你想与我们做一场吗 我若出手 就算是尔等加起来 也根本抵挡不住 大道剑意的千分之一的沙发 三弟 要不今日就让二哥见识一下 你在不周山上究竟学了什么本领 我们打个赌如何 你输给我们 就为我们引剑道元天尊 有何不敢 若是你们能够抵挡住我的一剑 那么我立马替你们引路 领你们上山朝剑师尊 大哥你听到了吗 简直可笑至极 天不剩我小平空 见到万古如隔夜 见来 青年一剑斩倒是 这 怎么可能 我竟然连他的一道剑气刚风都破不开 这么可怕的吗 大哥 救我了 我快撑不住了 三弟 你真的太过分了 破 卧槽 这怎么可能了 难道通天已是混人圣人 通天 差不多就行了 别太过分 难道你想要杀死被凶吗 你的眼力 当真没有我这个兄长了吗 兄弟情义 呵呵 从今往后 吴通天与太清马子 御清原始 奔断一绝 从此天地间 在吴上清通天 只有清廉渐渐通天 这一时 并不会一内忍让 前旧 更不会允许 风神传说中的悲剧 再次发生了 大师兄心中的那份羁绊 今天终于斩断了 通天 你当真如此绝情 一点也不顾昔日的兄弟情义 是啊 三弟 你可想清楚 我说过了 从今往后 这世间再无上清通天 从此三清之间 便形同末路 而等好之为之版 大哥 快想想办法 通天这次彻底疯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都会死的 帮走红军 对啊 我们何不向老师求救呢 向老师求救 可是老师连到袁天尊一箭 都戒不住啊 难道吴玉清原始 今日真的要丧命于此 无不甘心啊 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老师 救命啊 十万火急 速来古周山 以后 哪怕听到崩塌 紫霄公破碎 我也不再招惹 那位大哥了 太难了 应应应 老师 救命啊 十万火急 速来古周山 卧槽 上集说到通天剑斩二星 老子向红军求助 吓得红军一脸猛逼 卧槽 老子 原始 你们这两个老六 是真羞啊 一边想着背叛我 一边想着我救你们 哎 怎么说也是无弟子 这要是被通天宰了 本座脸王哪哥呀 红军老大 既然来了 就吃我一箭吧 你俩好自为之 卧槽 这通天实力居然这么强了 这一箭居然伤到我了 不周山太恐怖了 兄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 哎 这次可谓是投机不成十把名 恭喜大师兄 拿红军事件成功 无敌剑心已成 青人剑先之名 从此必定威震 弓荒天地 两位师妹 就不要拿我打血了 这次行事这般高调 不知道会不会惹来师尊 他老人家不喜啊 恭喜宿主 达成新的成就 获得了绝世剑神的称号 奖励 大道级至宝 鸿蒙圣剑一把 我压根什么都没有做啊 哪里来的剑神称号 怪灾 得推演推演 这个通天 又开始做妖了 话说 无妖谅节将至了吧 看来 得把他们赶下山去了 不然大劫时 得为他们烦死 所有弟子听令 速来鸿蒙神殿集合 为师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们商议 师尊怎么突然召集所有弟子 我冥冥中有感 量节将至 八成应该是 五等共商量节之一 那我们快走吧 话说 尔等在步舟山上这段时间里 或多或少都各有机缘造化了吧 如今量节将至 天地将不太平了 尔等也是时候回去 想办法勾起来了 等度过大劫后 有空再回来探望为师吧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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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徒儿不走 婴婴婴 没错 我也不走 师尊 您一定是在跟我们开玩笑的 对不对 婴婴婴 为师游记得 你们两个刚刚上山的时候 还是一副娇小柔弱的小姑娘 现在一晃眼 你们身上都多了一份坚毅 以及杀法果断 不错 如此一来 为师也就放心让你们下山了 还有通天 你这不成器的家伙 当初连一口铁锅都搬不动 想必现在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吃力了吧 弟子 让师尊见笑了 还有福西 你这个臭骑篓子 真的是越菜越爱玩 自从拜师之后 就没有正经修炼过吧 整天就知道沉迷下棋 下山以后 记得多多练习 下次回来一定要赢为师一回 好 弟子 一定谨记师尊教会 此时悠悠 春去秋来 今日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如等刚谨记 无论日后繁华 亦或落魄 师门都是你们的家 此番入世 为师不求如等能够出人头地 也不奢望如等问顶先到绝颠 只希望你们事事低调 能狗着 就千万不要猛浪 都平平安安地给为师回来 最好都重新换一个身份试人 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和来历 更不能对外人说是我道元天尊的弟子 为师化至此 如等定要牢记于心 时刻铭记 尔等 接散去吧 师尊保重 徒儿告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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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清静了 可以好好泡脏 领悟房中秘术了 上集说道 小白含泪赶弟子下山 不知道的是即将迎来众弟子下山前的疯狂 我将回到洪荒带领人族 实现人人如龙的修炼盛事 我要让世人将师尊奉若神明 问苍茫天下 水主孤臣 我也要向师姐学习 带领巫族弘扬师们 让师尊 名动天帝 此番入世 我定要以洪荒为棋局 天帝为棋盘 亿万众生为棋子 布局洪荒天帝 与天道大事博弈 师弟师妹果然雄心壮志 师兄我还是找个道场狗到大劫后回来 与师尊一句吧 你们要有用的到师兄的地方 尽管开口 道场机缘众多 而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得先去泡个温泉了 就这样 众人纷纷在一起 做着最后的打算 众魔之主 好威风的名字 百世杰 千铜南 根骨葱葱谈指尖 待到逆乱阴阳时 以我魔学来清天 阴阳 生 死 许 诗 恭喜宿主 二弟子福西阅读小说神之墓 领悟了逆乱九世 以同步十倍加持效果 反馈到宿主身上 获得了逆乱十八世之物上杀伐神通 好好看看吧 走了就看不到了 一时间布州山一向冲天 就像是布州山一向 下山前的疯狂 惊得红军直接讲道中断 卧槽 布州山又在坐上呀 天道啊 我已经不想在洪荒这个鬼地方待下去了 我想撤出洪荒 躲到一百星空 去避一避风头 莹莹莹 恭喜宿主 大弟子通天在九宝功德神池内 修为真治会员大罗金仙二重天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混远无极大罗金仙四重天 恭喜宿主 二弟子不惜在藏书阁内读小说 领悟了神像镇玉镜 上苍结光草灭剑绝 空棚法 雷帝法 等诸多神通 其修为以真治会员大罗金仙二重天 宿主得到反补 修为提升至混远无极大罗金仙五重天 二弟子所领悟的诸多神通 以十倍加持的反馈 已经同步共享到宿主身上 哎 虽说动静很大 但 真特喵的爽啊 嗯 钓鱼去 等他们全部下山就清静了 话说要是这次还钓不到鱼的话 我就抽干那条小溪的水 不好了 那位隐藏在洪荒世界的大人 又来锤掉诸天万劫了 快快快 按照之前商议好的 一切按计划行事 领报 准备供奉给那位大人的食材 已经就绪 哎呀 我可真糊涂 这阵子被那些徒弟气坏了 都忘记下耳了 掉个毛线了 这也行 难道这小溪的鱼喜欢吃空钩 不喜欢鱼饵 小白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猎物事先早就准备好了 听到意志 刚刚好像突然暴动了 一秒 难道是本座最近压力太大了 产生的错觉 这股气息是 龙族的气息 而且极其强大 且悠久 难道说是那位龙族老祖宗 浮龙散发出来的 这股龙息极为浑厚 且悠久 充斥了一股混沌太古气息 难道说 祖龙真的还没有死 而是藏在了洪荒 宇宙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那位大人似乎意犹未尽 还要继续垂掉 接下来 该轮到谁当贡品了 卧槽 泡个澡就突破 不周山 为何动静这么大 不会是我吧 与其贪图片刻的风平浪静 不如现在就动身下山 省得临走时 还要挨师尊的责罚 那就不好了 子序 弟子定不会辱墨师门的 距离通天下山五只岁后 通天因不愤风神传说的结局 毅然选择与天道合意 大道在上 无乃清廉剑仙通天 金感无大道 顺应天术 补权天地道法 愿创立结教道法 教法无荒万卒 有教无类 并以浩荡大道建议 不断万古 永振结教气力 旺大道建制 当洪荒生灵 听到是通天立教后 瞬间都沸腾了 无数声明纷纷前往 更有甚者托家带口 举家老小的赶来 就为习得不周山道法 沃曹 那乌泱泱的一片 是什么鬼 几熬岛的山门 都会被踩烂吧 那位道员天尊的亲传弟子 青莲剑仙通天 已经正道成圣了 而且还入室开提了 一座圣人道场 陛下教头 往生门徒 好家伙 要是早知道的话 我就不来子肖宫求道了 哎 那可是不周山道法 无恨意 不然 我们等这次子肖宫二讲结束后 道祖第三次讲道时 就不来了 转而去东海金熬岛求道 求那当是志强法门 嘘 休要再说了 妄议道祖 你怕不是想爱道祖的大肚兜吧 特喵的 此番派通天注视 杂我饭满 事件洪荒 创立结教 传道诸天 在洪荒引发巨大轰动 那位道员天尊 终于要露出狼子野心的马 这该死的通天 哎 阿帝莫要妄议圣人 蝎逐圣人威严 可是要遭天谴的 慎言 紫秀定内 不得喧哗 速静 红君不知道的是 紫秀公三千红乘客内心 早已饥渴难难的 要不是此期间出不去 早已拥而知了 师尊说的果然没错 低调一点 总归没有错的 现在 这副局面可如何收场 哎 有了 虽说结教辱教无类 但若想入国结教道统 得必须经过层层严格考验 方可成为结教门徒 不然以师尊的影响力 洪荒不得人人结教先啊 诸多求道者 本作已经在鸡傲岛上 布置下半千阵法 只要尔等能够通过沙巴 黄玉 幻境这三种大阵的讨厌 以及品性专政者 皆可付我结教 考核正式开始 没讲到眨眼的功夫啊 大师兄都已经入室 传到诸天了 而我也该下山了 我也要创建属于自己的势力 称皇称帝 如此 才能执掌一方天地 指点江山 先路尽头谁为风 一剑无福西 道成空 是福西道友回来了 诸位在无道场 等我所为何事 福西道友 无等享奉福西圣人 为妖族大贤 尊为西皇 与帝郡 东皇派以争夺妖族气韵 共创宏图大业 妖皇 任何我意 大道见证之 无乃福西 仅有感洪荒妖族四分五裂 一盘散沙 岁 创建上古天庭 在混沌三十三重天地 开闭天庭 凝聚无上气韵 汇聚万仙 无权残缺的妖族气韵 凡如无天庭者 皆可入仙级 勇享天庭气韵 兽与天骑 永恒超脱 上古天庭 列 西皇威武 这个福西 平日里形式低调 且不张扬的 可是现在却一名惊人 不仅正道成圣 而且还要与帝训 东皇两兄弟争夺妖族气韵 国乃帝王皇者之姿 这个福西 当真是狼子野心 难外他当初会拒绝加入妖族 原来是打算自己另起炉灶 趁皇趁殿 方便争夺妖族气韵 当真好钻剑 实在可恶至极 福西紫封西皇 于混沌33重天 建立上古天庭 要将妖族一分为二 这 这尼玛和我拿到的红荒剧本 完全不一样了呀 上集说到通天力结叫 福西力妖庭 红军决定暗中给帝军 拍一拍小子 帝军 东皇 平岛今日要刺儒等一场机人造化 帮助儒等对抗福西 夺回妖族大权 这是 稻族的声音 兄长 我没听错吗 刚刚稻族说要给我们哥俩的 偷偷开小灶 对 没听错 而等苦创妖族大业 可却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妖族基地 所以 今日本座连引 便告诉儒等 可在洪荒宇宙 浩瀚域外星空当中 建立妖体 凝聚妖族气韵 巩固妖族万事霸业 是啊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兄长 这是 成生之机 鸿蒙子气 是的 小老弟 还有斩三师之法 以及第三次讲到的内容 全部都一次给我们了 道祖人真好 地句 听门以喜爱庄严阵法 亲手推演而出的周天星斗大阵 在洪荒也算颇有胜命 今日本座便赐你洪荒第一杀法之后 诸仙四剑 以及诸仙正弗 过曹 居然是诸仙四剑 这可是第一杀法之宝啊 准圣修士崔洞之 可斩圣人 若是圣人驱使此等杀阵 非四圣不可破 兄弟 有此之宝在手 无妖族 将要大兴啊 本座便赐你东皇太医一把 卧槽 虽说这乾坤顶 不具备诸仙四剑的无上杀法 但其防御威力 却是属于先天顶尖之列 再加上混沌中 由我太医便有天 兄长 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从今往后 我看谁还敢小小 我们三族即无一族 这一次 朕定要让人族灭绝 让巫族付出惨痛的代价 福西 上古天庭 呵呵搭 多谢道祖恩赐 今日的大恩大德 吴等 此生无以为报 希望而等 可以重整妖族 兴俗内乱 待等座 替天道 维持洪黄之许 刺 道祖老爷 竟然提前送我们出此消宫了 道祖老爷此举 无非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谋划接下来的妖族大业 可谓是良苦用心啊 在得到红军福祉后 帝君两兄弟也算给力 就连福西的上古天庭 都尚未开始动弓建设 而妖庭却率先出世 今日 吴帝君 疯狂太医 受天道青睐 获得无上气韵加持 乃是道祖清点的妖帝 妖皇 吴兄弟二人 有感妖族气韵却失 遂 在域外星空开辟大千世界 建立妖庭 凝聚无上妖族气韵 凡若无妖庭者 可想天地气韵 天道福泽加深 寿予天气 望天道 见证之 西皇陛下 吴灯有要事与您相伤 不知怎么回事 明明道祖红军讲到尚未结束 那帝君 东皇率先出了紫霄宫 在域外星空建立妖庭了 若两只鞭帽锦无 还直到试任亚惠 小房屋喜放陛下 何何达 兼致可笑 还请西皇陛下 出面主持大局 代理吴等 速速在33重天建设起上古天庭 与那不伦不类的妖庭 一分高下 请西皇陛下 出面主持大局 话说 妖族被我一分为二 乌妖亮节该如何进行 再加上 我与后祖小师妹这层关系 若是能够携这一脉的妖族 与巫族交好 岂不是会给这场量 节增添一分乐趣 尿在 尿在 诸位莫荒 既然你们也说了 帝君 东皇建立妖庭之举 不过是十人崖慧 既然如此 那么天道自然有感 他们所获得的天道反馈 相当之少 甚至是 可以忽略不计 而等又何必拥人自扰呢 好家伙 到现在为止 我总算明白了 西皇陛下那方话的意思了 如此阵仗声势浩道 结果却只是 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有人丢到景武捞捞甲了 反观景武两兄弟这边 越来越多的嘲讽声 传入他们的耳朵 让他们无敌自容 兄长 我脚趾头都可以抠出 三十一听的妖精了 这是咋回事 我不知道 我自己都能抠出四十一听了 这是你应该去问道祖宏军 或者去问天道 哎 罢了 罢了 接下来 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 如何对付巫族和人族的心思上 巫族 人族 等着吧 要不了多久 我等定将这两个入国 从洪荒除 你